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讲的就是七觉知 那么我们再累许几个礼拜要谈的就是 三四七菩提分法的部分 那我们一般三四七菩提分法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入道者要修的主要的一个道次第 那么我们就是大乘或者是小乘密乘所共同所修的主要的一个道次第 那我们就是入道以后才修的 那这样子的话从哪里开始到哪里 那我们就是这个里面三四七菩提分法 比如说剧社论当中提到的它的持续就是说 入道以后所以上乘的身为独觉 还有菩萨大乘的行者 它们入道以后从这两道开始修了 思念柱开始下手 那思念柱的部分来讲的话 那我们就是身受心法 就是这个四个对境 我们透过自向与共向的角度来去观察实修 那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必要性 它的休息的目标 它的主要的目标或者必要性 就是我们如前所说的 当然是我们未入道之前 也是从无始以来到现在为止 累积了非常多的负面的情绪跟习惯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是利用正法来计划我们自己的身心 我们用正法来陶冶自己的身心 那这样子的话 一定要有 它有就是一个佛法 也使修佛法 也佛法的规则 一定要规律 一定要按照次第或者积蓄来实践 才有结果 那这样的话 所以我们就是按照据色论当中 所提到的那样子去讲的话 那我们就是质量道的时候修 主要的所修就是一个四念柱 这个就是身为质量道 独觉的质量道 大乘的质量道 都是大概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它的那个四念柱当中的 详细来解释的话 大乘四念柱的修行的方法 跟身为独觉的修四念柱的方法是略有不同 它的见解上有粗性的差别 但是那个就是我们从质量道开始修 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远离 谈生气漫以任何等等的烦恼而始修的 那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修行者 从他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应该是说我们就是任何的修行者 如果我们入道了以后 质量道开始非常的积极 非常的认真的去学习 所以远离对自己深受心法的谈欲 等等的所有的烦恼 有这样的目的来始修的 这个一个可以算是一个战士的目标 究竟来讲的话 这样的按照步骤 所以慢慢的始修 所以就能够达到究竟涅槃的国位 就这样的一个目的 究竟的目标来讲的话 就是为了究竟涅槃而始修 这样的一个思念柱 那自相与共相的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前面也就是一个有了详细的解释 比如说我们人就是始修者也好 所有的众生 我们就是各个的众生 就都是依靠自己的运 无运或者运 而安立为我们自己各个众生 人或者是其他的等等动物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平时我们观察自己的身心受法 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我们观察的时候 也是一定要有 就是依照佛法里面所说的去观察 不可以过度的去执着或者是观察 那这样的话 不但没有帮助反而是反小狗了 这个不好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自相的话 身受心法各个自己的提醒 一定要观察到底 维持一定要观察到底 一定要了解它的详细的内容 共相的话 我们就是世尊也提过了 提到过了 就是一个 诸法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有漏皆苦 涅槃极尽 所以那个就是我们 诸法印 就是一个 这个功向的部分 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观察 诸法印的态度 所以我们就是迎进到 这个世身相 世受相形 世受心法 这个上面来去探讨复兴 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就是自量道的当下 修行者 自量道的当下 就是修 主要的所修 就是四念注跟四正段 那我们就是自量道的当下 还有主要的所修 就是是神主 是神主 那神主也是 菩萨也好 身为独具的行者也好 他们为了度化众生 为了帮助众生 他们就是修了这样的一个 三谋的神变的行为 他们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 所以帮助很多的众生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实修的方式 是神主 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到了 家行道的当下 那我们分分大秤 小秤的 这个不需要分 那我们这样的共同所修的 这样的话 那个三十七菩提分法 他是一个所有修行者 入道者 他们共同所修的 道次第的话 那这样的话 就是一个身为独觉 菩萨 家行道者 那这样的话 到了质量道 爪银道 家行道的时候 家行道 有就是各个都有 分两四种 暖敌人 是第一法 有四个家行 那暖位 跟鼎位的时候 所以他们主要的首修 就是一个 五根 或者是 人是第一法 位的时候 主要的首修就是一个 武力 虽然是性情 念定慧 这个 修行的阶段 不同的 名称也不同 但是他基本的性情 念定慧 这个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就是暖敌人 暖敌 暖位跟家行道 暖位跟家行道 顶位的时候 为什么取了一个 叫他 成他 唯一就是一个 叫他一个根 或者是 人是第一法 在当下 他取了一个名字 是 利 加了一个利 这两个的差别 就是一个 修行者 一个修行者 他就是修道的一个过程当中 所以从家行到 暖开始到 式第一法的之间 他修习的过程 他自己的内心的 力量提升 或者他的上法的力量 智慧的力量 都是一个增长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他们的修法的力量是不同 所以呢 两个阶段不同的名称 但是最基本的就是 心事 性情涅滴会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那这样的的话 暖敌人 这两个当下 根 所以就是这个名词 那 人是定义法的时候 他取了一个 加了一个利 那那个意思是 因为就是一个 人是定义法的这个 达到这样境界的一个 修行者来讲的话 他不会被 自己的香蚊皮所危害的 他也就是修力 修行的力量 达到这样的程度 那么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是 暖 顶 加行的当下 他还是 会那个 被自己的香蚊皮所危害吗 所以这个是 可能的 但是会不会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这个一个 可能 我们加了一个可能 就可能 就有可能 所以就是 被香蚊皮所危害 没有被香蚊皮所危害 这个香蚊皮 就是我们的负面的情绪 谭青师们 任何等等的烦恼 跟他们所 移生下来的 他们所安法的 遗留下来的 在内心的一些的负面的习惯 种子 喜气等等 都是一个修行者的香蚊皮 那这样的话 所以 加行到 四个加行当中 前面两个当下 就是 性秦 聂定慧 取了一个名字 是一个 无根 那 敌人 施地义法 两个当下 他取了一个 名词 就是利 加了一个利 所以 这个就是 有没有 被 香蚊皮所危害 危害的 差别 所以我们就是在两个阶段 是名称 不同的地方在这里 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 三世纪菩提风法 修了这样的修法 是我们如何去修法 所以我这个就是 解释一下 我们修这样的 三世纪菩提风法 这样的如何去修法 比如说我们修 就是一个 熏习 练习 篡习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就是 修了一个 无根当中的 无力当中的 信 情 念 地会 这个 无根 无力的 修无根 无力的过程来 讲的话 比如说 信就是 相细的意思 信心 那我们就是 对谁的信心 所以这个阶段 讲的就是一个 对四地 去修了 对四地 四地的 那个取舍的部分 所以 身心不已 非常坚固的 一个信心 那取舍的部分 是什么 那这个 面地 一个道地 是我们取的部分 一定要 该要的东西 苦地 几地 是 该舍弃的东西 这两个的 取舍的部分 那我们如何 去修行 一定要了解 所以呢 我们就是 对这样的 四地 取舍 有 身心不已的信心 皆不可存的 一个信心的话 那就修行者 就 能修成 那我们没有 这样的一个 身心不已的 或者皆不可存的 一个信心的话 那就还是有 产生了很多的障碍了 你就是修不成了 所以呢 第一个 信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我们就是 刚才所谈到的 就是如何去修呢 那我们对于 先我们相信 这种四对四地 取舍的部分的话 也我们相信就是 道地 有 对质的能力 那用道地来 对峙各个的障碍 所以 烦恼战跟 所制战 任何的 那个障碍 对峙的时候 就只有一天 我们就是 就把他们 连根拔起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是 宪政 或者得到了 一些的 断除 任何障碍的 灭定 那这个也是 你所断的部分 是哪一种 所以就是 极地的部分 极地是我们 是完全是一个 轮回过坏的 根源者 所有一切的 轮回的过坏的 源头 深远 淹源 那如果我们没有拔 不能拔 就是一个极地 连根拔起来的话 永远都是 不断的 衍生出 很多的过坏了 所以我们就是 轮回之中 不断的一个 被伤苦 所执抹的原因 也是存在于 这个关键点上面 那我们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 身为一个人类 甚至是动物 都想要得到快乐 不想要痛苦 都是医治的 这个就是 无可置疑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不想 要的这个东西 去舍的部分 舍弃的部分 比如说痛苦的部分 来讲的话 它的来源是 极地 那这个极地 是哪一种 所以所有的 六根本烦恼 贪欺其美等等 或者是 二十水烦恼 等等 所有的烦恼 跟它所 产生的一个 喜气跟种子 都是 我们 属于是一个 极地的部分 那这个都是痛苦的来源 我们就是一定要 不想 你说痛苦的话 一定要想尽办法 所以断除极地 所以一个 这样的一个秩序 那一定要由 这个休息的过程当中 那你一定要有这样的 按照秩序的 秩序的去实修的话 一定要先对它 升起信心为先行 这是非常的重要的 如果不管是我们 我们就是修行上而已 如果没有 不管是你做任何事情 学了什么法 对它没有信心的话 那就你学不成 学不会了 做不成了 所以任何的法 都是一样 同样的道理 那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在内心 对它的信心是 我们想尽办法 培养对它的信心 如何去培养 所以一定要先听闻 博学多闻 多多的听闻 所以以内容 不断的思维 反复的思维 真上的考虑 才能够我们 让我们在那些 对四地驱使的信心 是越来越增长 那这样的就算是一个 修 修就是一个 熏行 窜息的意思 那这样子 那我们接下来 这我们上 就是如前所说 今天有就是 接着 接下来讲 就是 其觉知 其觉知 是什么意思 其觉知 它与此的解释的话 因为是得到 自古菩提的因 构成为觉知 这个觉知是一个 就像是一个工具的制分 就工具的样子吧 对 比如说 因为是得到 自古菩提的因 自古菩提的因 我们就是身为独觉的 他们的修了这个 其觉知的话 从哪里开始修 所以身为建道 加行道 转移到建道的当下 身为的建道 独觉的建道 从这里开始 大乘的建道才开始学修 所以其觉知 那这个其觉知 它的意思是什么 因为是得到 自古菩提的因 构成之为 成他为 就是一个觉知 那个是与此的解释 但是与此的解释 并必须要作骗的 这个是与此的解释 那它就分为 其觉知 分为其种 其种就是 念觉知 责法觉知 经济觉知 习觉知 欢喜的行 习觉知 清安觉知 定觉知 舍觉知 舍舍弃的 舍 舍觉知 有七种 那这样的一个 七觉知的所缘 也是如此 四地 四地的法 观修的方式是 我们就是 远苦地 而寻求 安住 与 寂静 那那个 我们就是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看 这种四地的法 那我们就是 修的时候 这个里面 我们就是去观察 苦地 是 那个 酥 酷瘦的一个 那个部分 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具足这样的口售的话 那让我们就是非常的不安 不舒服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一定要它的想法寻求一个安住于寂静的 非常宁静的一个状态 那这样的话 这个修行的方法 所以简单的方式来讲的话 就是说 七觉知的所缘是四地 那观修的方式来讲的话 我们修行着 缘苦地 而寻求安住于寂静的意思就是如此的 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来讲 先我们观察自己身心上 有没有这种的一个痛苦 或者是不安宁 乖安 心里的不平 不宁静 这种状态的话 我们就是往内去观察 这个苦的部分 我们寻求 执行这样的一个苦受 所以它的结果是一个 寂静的 安静的 安宁的一个境界 所以我们就是 缘苦地而寻求安住于寂静 有这样的方式来修 那缘几地而寻求 寻求安住于礼坛 当然是我们这个一个 使修四地的一个次序来讲的话 比如说我刚才 我们如前所谈到的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 我们每一个人观察 自己的身心上的一个苦地的部分 确实要了解 它是一个苦的本质 那确实了解苦的本质的话 那我们寻找它的源头是什么 它的来源是什么 它也是一个事物 或者是一个无常的部分 它无依无构 生是不可能的 它一定有确实有很多的因素 才能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这样的话 我自己身心上那么多的一个苦受 身心上的这么多么的 多少的痛苦 这个痛苦是一个苦受的一个部分 那它的来源 我们就是寻求 寻找的时候 就找到了 这个我们在内心拥有的 热和的烦恼基因 烦恼的种子跟习气 都是它的来源 我们确实知道 确实知道了以后 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 所以 把它就是 彻底断除 有这样的方式来 这样的修行的时候 所以那个就是 我们原理贪 所有的烦恼当中 我们欲界的人 最难断的就是一个贪的部分 贪心是非常非常的强 欲界的人特别强 所以不容易断除贪 所以我们就是几地的贪 也是属于是几地当中的几足 那个烦恼之一 那我们原几地而寻求 安坐于礼坛 这样的话 我们希望赶快也远离 这样的一个贪欲等等的烦恼 而始修 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始修的方法 那原灭地而寻求 安坐于圣政 那这样的话 先我们观察 那苦地就是如此这样的的话 它的源头是什么 几地 那我现在有没有能力断除 彻底断除这样的几地 一定要好好的去观察 那如果我们要断除几地的话 那一直什么样子的道 才能彻底断除这样的几地 那我们就是慢慢的去观察的时候 我利用道定 一直道定 才能彻底断除几地 那断除几地了以后 我们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 所以面地 他看到了面地 我们就是为了得到这样的一个 断除几地的面地 为了宪政这样的一个面地而始修 这样的一个道次第 这个叫做一个 寻求安坐于礼堂 原灭地 而寻求安坐于宪政的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就是想要 一直想要积极的努力去认真去修 为了得到断除几地的面地而始修 这个就是一个 原面地而寻求安坐于宪政的意思就是如此的 那原道地而寻求安坐于修行 那我们这样的话 我们的所有众生的三界之中的所有六道众生 各个不同种种的这么多的一个痛苦 都是他的来源 是几地 我们一定要观察结果 就是一个确实了解 所有的任何的痛苦都是他的来源 是几地 那这样的话 我们一直到地才能断除这个几地 那我们几地断除几地 一定要我们就是几地的断除几地的结果是面地 为了得到面地而始修道地 所以那个就是一个修行的实践的一个秩序 它的持续持地就是如此的 那个原道地而寻求安坐于修行 就是我们这个意思 简单来讲的话 释迦牟尼佛提到就是说 智苦断极 修道 得到面地 宪征 宪征 灭地 就是这个是最他亲自说的 那那个就是我们解释 详细的去解释的话 刚才我们所说的一模一样 我们为了得到这样的断除任何极地的一个 结果是灭地 为了得到这样子 我们一定要依止道地而始修 那依止道地而始修的话 你就是能断除在心中拥有的所有的极地的部分 那断除彻底断除极地的话 以后不会再生 所以痛苦种族的任何的痛苦 那个痛苦极不愉快的 负面的等等 他们就是从此开始就是一个杜绝将来的恶行 就是这个修行的一个方式 那这样的修行必要性是 无于断除 借所断 那我们这样的一个见到者 他还是有简单的方式来讲的话 有这样的修行的方式 他的目的必要性是什么 他说无于断除 借所断 对 他为了彻底断除 借所断 而这样的修 始修就是这样的 那所有借所断跟修所断 这两个有所不同 那我们见到的当下 所以修行者 他只能断除 所以借所断 借所断 他不能断除 所以修所断 修所断 那修所断的部分 我们通常讲的 所知战的话 巨生的烦恼 借所断的话 骗制的烦恼 那骗制跟还有巨生的烦恼 这两个是有差别的 就是借所断 就是奸道的当下 所以能断除的所有的障碍 叫做一个借所断 奸道的当下 不能断除这个所断 一定要断他的 一定要透过或者是 使修 修到才能断除的 这个就是障碍 障碍就是我们叫做一个巨生的障碍 巨生的烦恼 巨生的所知 是有这样子来区分的 那这样的话 无于断除 借所断 所以奸道者 他就是修了七觉知的 主要的目的 或者他的必要性 就是无于断除 借所断 借所断就是他分类的所断 对 菩萨大乘来讲的话 大乘就是菩萨 圣者 见到者 他的分类的所断 就是一个所知 所知战 偏激的所知战 身为独觉的见到者的话 他的所断就是一个偏激的烦恼战 有这样的一个大小乘的 他自己的能力 以能力来去分为两个阶段 志望国盟学员的恶心称赖 我们这里台湾藏传佛教 网络电视台 希望经由这个平台 释放大德 居于批评 执政 护持与关爱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